高雷企業來檢查重新開創新的出路 台南市政府基盤台南重新檢查 成功電到萬眾電力 集中信用優先電視開發 力区輪流的這個水埃壓上分配系統 民眾立處人都可以投過電視來 破大公斤的飼料輪到的狀況 在到推動市政公共 博物所違法的中央 市民委提示清新 萬眾表友 推動在地產業重新檢查 台南市政府今年8億4,500萬 協助在地產業重新 道理重新研發 以及市政的公共博物所違法 總共創造出3億9千萬的三筆 市民委提示清新重新 也要求商業需求重新 開創商業新出路 不管是新創 不管是大的企業 或是地方型的企業 事實上都很需要這個家裡研發創新 只有不斷的研發創新 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BIR計劃核准的金額 就已經有1億2千萬元 然後投入的投資金額 高達1億6千萬元 這些都會帶動相當多的產值 也對於地方企業 它的一個壽命的延長 而且能夠更適應實在的潮流 更有強的這個生產力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新鮮油鎖電視開發力 鋪流水癮 壓上便是系統 提供民眾在家可以透過電視 只能站到附近的市場來 是不是有很多人 提供市民 能夠有這個生活環境 這個重新的系統 這條公共會無所謂發展 那這個辨識的影像是 技術是來自於這個國網中心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個計畫 能夠協助我們市政府 在防疫上面 能夠節省更多的人力 那提升更多的效率 那同時在對民眾來講 他在人流 到達一定的門檻的時候 或是說有人沒有 佩戴口罩的時候 那事實上他現場 就會有扣音系統 來進行這個告警 那相同的功能 我們也做了這個 家庭裡面電視機散盒上面的APP 所以在家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這些市場 那這些密集地點的一些公共區域 它的人流的一個狀況 那這點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把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 它可以落地到我們家戶的生活裡面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經濟發展局表示 今年有四十八個營化計畫 順利計畫特新目標 補助金額四千五百萬 導致營化金費一億兩千萬 出現投資金額 大家一億六千萬 友好帶動三億 成吉專興 形成成大 三億金正六 記者送人給新亞庫 蔡鳳報道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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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